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当头时 越发体会到科员才是空间站最珍贵的财富 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实在太少了 忽略了安保和战斗人员的舰设 倒是你们星穷列车的成员过个身手不凡 空间站当下情况如何 目前状况还在控制之中 安保系统受到的破坏很轻微 入侵者只该写了少数核心数据 因此很容易修复 现在的风险在于科员们 他们非常信任黑塔女士 根本没想过空间站会被军团攻破 相较于肉体的伤势 精神上的恐慌更加可怕 我们去和科员们聊聊吧 这种时候 大家都不希望空间站的内部再出现意外 你试过联系黑塔了吗 我发了很多封信件 全都石沉大海 妻子小姐了解她的 空间站就是她收容追随者和奇物的仓库 完全没放在心上 我就知道 没关系 我也会向黑塔发信 说她要的奇物我们带来了 至少这个对她还有点吸引力 那就帮大忙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好 你好 有什么想知道的 这是空间站黑塔 其所有权貌 当然归属于尊敬的黑塔女士本人 黑塔原本只是作为奇物和仪器仓库而造的 但黑塔女士允许她的追随者们参与管理和研究 这里就逐渐变成了一座科研基地 你们经过的收容舱段 收藏着诸多奇物和仪器 是最核心的研究场所 我们现在所在的主控舱段 则是空间站的控制周术 据说空间站里 还藏着黑塔女士的私人密室 里面封印着最珍贵 最稀有和最危险的藏品 就她的性格来说 这很有可能 很多事她都没告诉我这个站长 我是空间站黑塔的站长 但其实不过是替黑塔女士 代为打理的管家罢了 黑塔女士是个天才 不过如何管理各数几件的科研 如何直接又不识礼貌地 代表空间站 回复博士学会的种种刁难 这些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但恰好我能处理这一块 学者们可比家里那些 调堂非耕的老家伙 好对付多了 他们再怎么念叨 天文学只是观测的学问 并不能创造经济价值 见到黑塔女士 还不是大气不敢出 不管什么难题 只要说这是黑塔女士的意思就行 毕竟黑塔本人就是智慧价值的象征 唉 多亏了她 我才能数着星星睡觉 不然就得回去继承家业了 我想想就觉得可怕极了 阿兰去休息去包扎了 她很有自知之明 要是她还硬撑 我肯定要好好骂她一顿 我真的很生气 明明所有科员都完成避难了 她还不服从命令 非要再次搜查收容仓段 我知道她是不想放弃任何一名科员 防卫科对她来说 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阿兰那家伙根本不在乎受伤 她只在乎自己能不能保护别人 只有这样 她才会感到自己获得了认可 我也不是不理解她的心情 但还是希望她更重视自己啊 黑毯女士吗 她是天才俱乐部的会员 得到智识星神青睐的天之骄子 博时尊诞生以来 这样的人总共也才84个 所以黑毯女士超级任性的 她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一旦失去兴趣就立刻走人 这座空间站就是这样的产物 前不久我借出了一份她的手稿 作为资料参考 应该还在主控仓段里 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 和你聊天 我的心情似乎也平静了一些 果然多和人交流 心情就会变好 怎么了 你好像很好奇啊 是一辆在宇宙中行驶的列车 如果要进一步解释 我会说 星穷列车是开拓星神 阿基维利曾搭乘的列车 至于开拓 星神 阿基维利分别是什么 等这里的事端平息了再聊 你也不想突然被一大堆名词 怼在脸上吧 光追是流光一停的发明 这群记忆行神的追随者 通过提炼记忆片段 制成光追 让记忆得以留存 你一定想到了吧 光追既然能保存记忆 也就能保存经验和能力 所以光追是非常珍贵的奇物 在星际和平公司 是二级管制流通商品 据我所知 只有星际和平公司 获得了流光一停授权的光追化技术 不知道黑塔和流光一停 做了什么交易 根据她的性格 多半不是走正规途径弄来的 珍惜每一片光追吧 她们对于原主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记忆 我对你的身份一无所知 但我很熟悉你的气息 对你嘛 我有些许猜想 但一切都无从佐证 因此先保留这个小小的秘密 你很在意自己的过去吗 我倒觉得 你是比起过去 更在意未来的人 可能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吧 有问题随时来找我 可云的安抚就拜托你们了 如果有其他疑问 也欢迎来找我和姬子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反无质军团 我没事 这点疼痛真的不算什么 我早就习惯了 况且为了保护大家受伤 本来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你别告诉艾斯达站长 还是有个别客员遭遇了不幸 其他大部分客员只是受了轻伤 但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 大多数人都是仰慕黑塔女士来到空间站的 现在联系不上她 也没有余地让她们联系家人 只希望她们能挺过这次危机 我认识艾斯达站长的时候 她是个大集团的富家小姐 她对我有恩 所以她去空间站的时候 我也跟来了 我不是很懂科研 但能保护真实研究的人们 顺利完成他们的研究 就足够了 希望这场风波尽快过去 推下摇杆 阿尔弗瑞德 抱歉 抱歉 我认错人了 麻烦你了 年轻人 我们在进行卫星摇杆的一调试 我按住监测信号的按钮 你按我说的步骤来推摇杆 先说摇杆的方向 上是频谱仪 下是氯波器 左是参考电瓶 右是摔号器 我们的预调室有三个步骤 打开频谱仪 再是摔号器 最后把信号输出到滤波器上 内容有点多 都记住了吗 那我再说一遍 摇杆的方向 上是频谱仪 下是滤波器 左是参考电瓶 又是摔号器 预调室有三个步骤 打开频谱仪 再是摔号器 最后把信号输出到滤波器上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完美 谢谢 帮大忙了 年轻人 原本负责这块的科员阿尔弗瑞德 他刚刚在收容仓段 没有回来 亚伯拉罕跟他关系不错 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件事 当务之急是保住空间站 先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吧 我要走 我要逃 我要离开这里 不 我逃不掉的 逃得过昨天 逃得过今天 也逃不过明天 你看看 障碍判别中端已经记录了 十四万两千八百五十六次攻击 下个数字 将是十四万两千八百五十七 我坚定地相信着 等我看到了这个绝望的美丽的走马灯树 我的人生 也走到了走马灯的最后 多么有哲理的话语 没错 当你欲接近死时 欲会意识到当下才是生的时刻 我要打起精神来 谢谢你 好心人 哎呀 这就是我担心的 可能我不需要 这就是我担心的 正常 主要是 对 是的 冷 你们坐列车走 嗯 我留下 我们走 支援腾断幕后的反护罩 已撑得要多久 你们紧快 这里就告诉我 你们紧快 通讯断了 要回去吗 提醒一句 那是末日兽 军团的对星体兵器 这空间站是黑塔建的 绝灭大军不出手 这里不会有什么大碍 可 可咱们也不能就这么跑了吧 末日兽撕开防护罩 易如反掌 黑塔不在 这儿的防御系统 对反物质军团来说 太过脆弱 军团拥有星神纳努克的赐福 他们有备而来 这里的人是守不住的 所以我们才必须离开 而且 要带上他一起走 嗯 这样吗 他 很关键 他是破局之人 当然 我也可能弄错 既如此 好吧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里是检修科员工作的支援舱段 能通往最近的月台 我们去那儿 和瓦尔特会合 杨叔 杨叔也来了 他不是留在车上了吗 新穷列车的行车仪上 及时记录我们的行计 空间站的动静这么大 瓦尔特先生不可能注意不到 嗯 我敢保证 你们的杨叔正在赶来的路上 现在的话 只是末日寿 目前还能应付 但如果毁灭的令石也来了 先抓紧离开这里吧 之后会跟你好好解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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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